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在这个充满创意与温馨的午后,我们的厨房变成了一个美食工房。 今天我们要制作的是一道传统又带有,新意的美味芝麻红糖饼。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种甜点,更像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对传统烹饪,记忆的现代演绎。 我们从准备面团开始。 碗中先加入面粉和黑芝麻。 拌均匀,再慢慢加入烧开的热水。 搅拌成面絮状。 大动作都不醉了。 然后揉成面团 这一步不仅为面团增添了芝麻的香味 也为后续的制作奠定了基础 作曲 李宗盛 接着取出面团揉圆后搓成长条 作曲 李宗盛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并整理成圆形 在盘中刷上一层食用油 将面剂子放入其中 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 并盖上保鲜膜让面团醒发 这个过程中面团逐渐变得柔软 便于后续的加工 与此同时我们在锅中炒香 白芝麻至金黄色 散发出迷人的香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碗中加入红糖 按压成细末 再将炒好的白芝麻加入其中 鱼面粉混合搅拌备用 这种红糖和芝麻的组合 不仅增加了鲜料的风味 也为饼的口感增添了一抹甜蜜 面团醒好后我们取出用手按压 再用擀面杖擀成薄片 表面均匀涂抹上芝麻酱 然后卷起来 再从一端卷起按扁 擀车圆形 中间包上红糖馅料 包起来揉圆 再按扁擀成薄片 锅中加入食用油 将生坯放入 小火煎至定型后翻面 继续煎至两面金黄 这个过程中 饼的外皮慢慢变得酥脆 内里的红糖和芝麻馅料融合 散发出诱人的香甜 当这道芝麻红糖饼最终出锅时 它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甜点 而是一种对食材和烹饪记忆的完美结合 每一口都能品尝到芝麻的香味和红糖的甜美 外皮酥脆 外皮酥脆而内线丰富多彩 这不仅是一次美味的享受 更是一次对传统美食的珍贵致敬和对烹饪艺术的深刻领悟 在这个美好的午后 我们不仅制作了 一道美食 更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了烹饪的乐趣 和创作的满足感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